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读书与您分享 你一定爱读的羊的世界简史 读本好书听到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李潘 羊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动物之一了 可是您知道吗 看似温序弱小的羊 却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文明历史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一本 以羊为主角的书 叫做《你一定爱读的羊的世界简史》 它的作者是牛津大学考古人类学专业的 英国畅销书作家沙利·库尔萨德 由天地出版社出版 说实话 在读这本书之前 我从来没有想过 羊对世界有怎样重要的作用 然而翻开书才了解到祖先对羊群的驯化 了解到羊毛的优势和剪羊毛的历史 看到感生人和牧羊女的生活 读到羊毛的交易资本的积累 纺织业的发展 还有克隆羊的诞生 读完这些才意识到 原来其实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中 一直都有羊的影子 就像书中所说的那样 绵羊喂饱了我们 为我们提供衣服 改变了我们的饮食习惯 让我们变得更富有 也更贫穷 它改变了世界的景观 帮助我们建立伟大的文明 赢得战争 它装饰了我们的家园 让我们能够创造艺术珍品 它支持新大陆的发现者和撕掠者 征服地球上的大片土地 原来羊是如此重要 这本书用生动的语言 从政治 经济 文化 科技等各个角度 介绍了羊对人类的影响和重要的价值 非常的丰富有趣 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新知 你比如说就以羊毛为例吧 它一直是大家很熟悉的材料 秋冬季节 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穿羊毛衫 羊绒衫 它特别的保暖亲肤 但是您想不到吧 羊毛居然还可以防火 书中这样写的 羊毛也是天然的防火材料 由于含氮量和含水量很高 羊毛很难燃烧 而且即使你设法点燃羊毛 多半也只是冒烟和烧焦 不会直接烧出火焰 羊毛在570摄氏度到600摄氏度 才会被点燃 这一点真是令人惊讶 与合成纤维不同的是 羊毛它具有惊人的细胞结构 受热时会膨胀 形成天然的绝缘层 能抵挡火焰的蔓延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羊毛毯 能很好地遏制火灾 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羊毛内衣 是许多消防员和服务人员的必备品 羊毛的优点还有很多 书中说它不仅柔软 而且很坚韧 羊毛纤维可以自身弯曲 超过两万次而不断裂 要知道棉花纤维 弯曲3000次后就会断裂 所以羊毛耐撕耐磨 而且羊毛还具有弹性 拉伸之后能恢复原状 所以它很适合制作航海用的船帆 不仅如此 我们还可以从刚刚剪下来的羊毛中 获取羊毛汁 羊毛汁涂在衣服上是可以防水的 涂在盔甲上可以防生锈 它还能软化我们的皮肤 用来制作化妆品 治疗皮肤干裂等等 怎么样羊毛是不是一种宝藏材料啊 也正是因为人们对于羊毛的需求 促使了羊毛贸易的发展 在中世纪的英国 做羊毛生意有多赚钱 书中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在1338年到1339年的短短一年时间里 来自赫尔的羊毛商人威廉 德拉伯尔借给了爱德华三世一大笔钱 约11.8万英镑 按今天的货币计算 约等于1.67亿英镑 那时许多的农民中间商和地主 通过羊毛贸易发了财 后来又把钱用来建造房屋和公共建筑 英国有一些非常美丽 非常受欢迎的乡村和城镇 他们的建设都要归功于当时的羊毛贸易 英国还有很多的教堂被称为羊毛教堂 比如说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 为什么要以羊毛命名呢 书中这样解释 这所教堂不仅在15世纪中叶 用羊毛资金进行了重建和翻新 而且还树立了许多中世纪的铜牌 即当地慈善家的纪念牌 纪念牌上所绘的大多数商人的脚 都是放在羊或者羊毛带之上 或者旁边 以显示他们财富的来源 所以仅仅从羊毛的例子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 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 得益于羊给我们带来的巨大财富 当然羊身上可不只有羊毛 还有羊奶 羊肉等等 站在食物链的上游 我们人对羊可谓是吃干抹净 物尽其用了 但是事实也不总是这样 我想您一定听过羊吃人的历史 书中就写了这一段 所谓羊吃人的历史 讲的是英国的圈地运动 当时英国对羊毛的需求激增 土地所有者圈占土地养羊 来获取高额利润 与此同时大批农民被迫离开土地 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这种现象就被比喻为羊吃人 我们学过圈地运动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之一 客观上是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这个冷静的评价之外 这本书为我们补充了很多细节 你比如说书中讲 失去土地的人们变成了流浪者 根据英国1547年通过的流浪者法案 身体健全的乞丐会被打上字母V的烙印 并被合法奴役两年 他们的主人被要求为他们提供面包和水 但同时主人也有自由 按照认为合适的方式 殴打 鞭吃或锁住他们 流浪儿童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 也可以被买卖 并为他人服务直到成年 真够黑暗的 书中还写了圈地历史上 也极其黑暗的高地清洗 书中描述说 男人 女人和孩子们 被暴力地驱赶出他们的传统居住地 为牲畜让路 起初许多家庭被迫搬迁到海边的贫瘠土地上 在那里他们要靠捕鱼 采石 或为肥皂和玻璃制造工业 采摘海藻来谋生 读了这些细节 您能更深地感受到圈地运动的残酷 和给普通农民带来的伤害 而随着纺织业的发展 又有成千上万贫穷人家的孩子 孤儿被运送到工厂 每天工作14到17个小时 直到他们年满21岁 所以正如这本书封面上所写的那样 羊群走过的一万年 也是我们人类的一万年 所以在这本由羊串联起的人类历史中 我们不仅读到了人类适应自然 征服自然的过程 也读到了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残酷的代价 书中那些关于羊的故事 丰富多彩 充满智慧 也耐人寻味 引人深思 如今我们又来到了历史新的十字路口 我们拥有庞大的规模化的企业 来量产羊毛和羊肉 但是在养殖上 土壤退化 水污染 碳排放等许多环境问题 也在困扰着我们 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 已经几乎看不到放羊的场景了 那未来牧羊业和羊的养殖业 又会有怎样的探索和发展呢 可以想见的是 我们探索出来的那些新的 与羊共存的方式 也会演化成新的历史 好的 感谢后面一起共读好书 咱们明天再会